柬埔寨为了修国内高铁 直接拒接日本请求 选择了中国 而面对柬埔寨这一决定 日本当场表示不服 并且还质问柬埔寨总统洪马奈 为何要选中国而不选择日本 然而洪马奈一句话 让日本彻底闭嘴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柬埔寨一直怀揣着一个美好的高铁梦 渴望能够通过铁路与我国相连 实现与我国大市场的对接 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在今年的那个全体会议上 明确只是柬埔寨公共工程 与运输部和财经部合作 加速实现这一高铁梦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柬埔寨铁路的现状 目前柬埔寨境内有两条铁路 一条是北线 一条是南线 总长646公里 就于单线迷鬼 这两条铁路分别于 法国殖民时期和1960到1969年修建 在明珠柬埔寨时期遭到严重破坏 虽然在2010年和2018年 分别恢复了铁路货运和客运服务 但时速仅为30到50公里 且无法满足客货运输需求 为了能够带动国内经济 于是柬埔寨决定在国内修建一条铁路 而就在此时 日本率先站了出来表示可以为柬埔寨提供2%的贷款份额 以此来修建铁路 然而日本这一提议直接被柬埔寨首相红马奈所拒绝 并且表示柬埔寨不会选择日本 在红马奈的表态中 说明了中国对柬埔寨的支持被视为至关重要 他表示 如果我不依靠中国 我还能依靠谁 这句话直接反映了中检两国间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基础 也为未来中检铁路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希望通过中检铁路的建设 柬埔寨能够进一步融入我国的大市场 实相互利共赢的合作愿景 近日柬埔寨首相红马奈访问中国 双方正式签署了中检铁路合作协议 这一重要合作将拉近两国间的地理距离 推动经济合作 并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友谊和合作关系 这一消息在媒体上广泛传播 并引起了广泛关注 中检铁路合作协议的签署 代表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加深和发展 这条铁路将连接柬埔寨首都金边和中国广州 总长约700公里 这条铁路将成为柬埔寨境内首条现代化铁路 有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这条铁路将促进两国间的贸易往来 并提供便捷的交通选择 有助于推动柬埔寨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同时 它也将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出口和进口提供更便利的通道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除了经济效益 这条铁路还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改善柬埔寨民众的生活水平 同时 它也将促进文化和人员交流 加强两国间的友谊和合作关系 据媒体报道 这条铁路协议的签署经过了数年的谈判和努力 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共同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并制定了详细的合作计划 这一签约标志着两国合作迈向新的高度 也证明了双方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寻求共赢的决心 这次签约的成功离过开中国政府和柬埔寨政府的坚定支持和努力 中方为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和专业技术 为铁路合作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柬埔寨政府也积极推动和支持这一项目 为其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柬埔寨与我国不相邻 因此中简铁路需要经过第三国 包括泰国 老欧和越南 根据泛亚铁路规划 有中越简铁路 中老太简铁路和中老简铁路三条线路 其中中老太简铁路可能最先实现 中越简铁路的线路图显示 该铁路将从我国广西或云南出境 经过越南的河内 胡志明再向西到达柬埔寨的金边 柬埔寨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巴肃坤访问越南 提出建设金边 巴育 木牌 胡志明铁路 希望推动双边经贸往来 这显示出柬埔寨对中越简铁路的迫切期待 另一方面 中老太简铁路的线路图表明 该铁路将从我国云南出境 经过老欧的万象 泰国的漫步 再向东到达柬埔寨的金边 今年1月23日 中国路桥对柬埔寨北线铁路进行了高铁改造的可行性研究初步成果 这条北线高铁计划投资超过40亿美元 全长382公里 速度为160到200公里每小时 柬埔寨首相红瓦奈访华期间 我国宣布无偿援助柬埔寨3亿元人民币 直至金边 波贝铁路升级为标准轨距电气化线路 这也为中老太简铁路的推动奠定了基础 此外 柬埔寨与老挝也在讨论修建两国高铁的连接计划 希望实现经由柬埔寨北部贯通中老铁路 柬埔寨首相鸿马奈访问老挝时 双方签署了柬埔寨与老挝全面持久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共同探讨通过铁路将老挝的战巴塞 阿速坡两省与柬埔寨的摆位下 拉塔纳基里两省连接起来 这显示出中老简铁路的可行性和潜在合作 总体来看中简铁路的合作前景广阔 柬埔寨与我国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不仅在铁路领域有所突破 还在其他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 例如中国为柬埔寨修建了三千多公里的道路和八座友谊大桥 中简联合声明中提到的两条走廊 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 都是为了促进双方经济合作的战略规划 本次中简铁路的签约 必将加深两国间的友谊和合作关系 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 它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之一 展现了中国开放合作和共享发展的精神 在全球化的今天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重要 中简铁路的签约不仅是双方合作关系的具体体现 也是为世界各国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 通过这样的合作 我们可以实现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 并共同面对全球挑战 简铁路的签约代表着两国间的友谊 和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加深和发展 这条铁路将为两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机遇 并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中简铁路的签约是双方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寻求共同发展的具体体现 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之一 通过合作 我们可以共同实现世界各国的发展和繁荣 迎接全球挑战 让我们共同期待中简铁路的顺利建设和运营 相信它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和机遇 愿这一合作成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心理成碑 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 让我们共同期待中简铁路的顺利建设和运营 相信它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和机遇 愿中简铁路成为两国友好合作的心理成碑 引领双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总的来说 柬埔寨的高铁梦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愿景 代表着中简两国在经济 交通和人文等多个领域的深度合作 然而 要实现这一愿景 还需要克服诸多挑战 包括与第三国的协商 资金投入等 中立的立场可以看到 这一合作有望为柬埔寨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同时也为中简两国构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铁路是国家发展的脉动 柬埔寨的铁路虽历经沧桑 却依旧坚韧不拔 两条铁路线像是双碍波动 虽然速度仅有30到50公里 却在历史的长河中见证了无数次重生与希望 如今 柬埔寨希望通过全新的高铁 加速与中国的步伐 共同迈向繁荣 柬埔寨的步伐不止于此 在首相的推动下 柬埔寨与老挝 越南的合作日益密切 北线铁路的改造规划 投资巨大 但预示着未来速度的飞跃 中国的元首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金边 拨备铁路的未来 工业与农业 道路与桥梁 中简合作宛如一幅精妙的双方画卷 两条走廊 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 已经在规划中绘制出蓝图 这不仅仅是经济合作的策略 更是两国深厚友谊的象征 柬埔寨的高铁梦 承载着发展与合作的希望 中简铁路不仅仅是一段路线 更是一座桥梁 连接着两国人民的心 让我们期待 这条铁路如同希望的列车 使向共同繁荣的未来 铁路建设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也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和友谊 通过一带一路铁路项目 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联系 将更加紧密 贸易和文化交流将蓬勃发展 这也将有助于改善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 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 以及促进和平与繁荣 虽然项目中仍然存在挑战 但柬埔寨的积极参与 和双方的合作意愿让人充满信心 这一项目的推进将有望 为整个亚洲地区带来巨大的利益 为一带一路倡议注入新的活力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